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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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第一个就是简单易用,它有这个可质化的DAG,可以让用户去支持这种拖拉拽的方式去创建工作流和任务。 然后它同时也支持Python,Yaml,还有OpenAPI,这样一些其他的方式去创建工作流。 那第二个是丰富的使用场景,就是目前诺华DS已经支持了超过30种的任务类型, 包括像常见的Shell,Spa,Kine,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自己学习跟这样一样的类型。 那同时呢,它也支持丰富的工作流操作,包括像定时,暂停,恢复,还有停止等。 那第三个是这个高可靠型,就是它在设计之初就采用这种去中心化的DoorMaster和DoorWorks所提供了一个高度稳定的一个环境。 同时呢,它也支持这个任务,除了位列去避免这种过载造成这种任务中式。 那第四个是这个高可扩展性,就是即使说目前DS已经支持了这么多种任务类型了, 但是当用户想,他想这个自定义他的自己的任务类型也是可以的, 因为DS也是采用这种差距式的设计。 那同时呢,它的调步器也是使用这种分布式的调度,就是调度可能可以随着你这个调度机群的规模去现行增长。 那这里有两个例子可以看到,就是DS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异于使用的这样的特点,就是有这种可实化的任务。 这些面移。 OK,接下来就讲一下这个对象存储。 那对象存储是一种以非节奏化的模式去存储和管理数据的这样的技术。 那对象存储也是我们现在数据图的一个理想的一个方案, 因为它为大量数据提供一种架构, 就是每条数据它都会存储为一个对象, 并且呢,对象用数据也提供了一个唯一的标识图去进行访问。 它有这样一些优势啊,就是首先一个是近乎无限的可扩展性, 以及为数据图,还包括像其他的营运生应用程序, 物质分析啊,机器学习等这样一些使用场景的去存储这些大量海盘的数据, 它的成本是较低的。 同时呢,借助民的相存储, 也可以方便我们的应用程序去从任何位置去轻松的发问到这些数据。 那典型的云对象存储, 其实有像我们现在主流的有像YAMS3, 然后这个微软的这个Blog Storage, 还有阿里的OSS, 还有像谷歌的这个Cloud Storage。 那其实, 为什么我们今天演讲主题是DS与云对象存储呢? 其实, 我们知道在和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 越来越多企业选上, 这样他们, 其实我们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的数据技术深度应用到, 他们自己的生产经理当中。 那云对象存储, 就刚刚讲那些海量安全低成本高可靠性的, 这样一些优势, 其实就非常适合, 我们作为这种云上大数据分析的一种存储方案。 那DS呢, 其实与当今主流的这些云对象存储,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 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对接和整合, 让用户可以在这种云原生场景下, 更加方便地在多优势中, 去进行一个云上的大数据分析。 OK,那接下来两个部分, 就是我会从这两个场景下具体去阐述, 这个DS, 怎么去合这个云对象存储进行对接和。 那首先, 首先第一个场景是资源中心, 那DS它本身是有这个资源中心的, 那资源中心简单来讲, 就是可以用户可以去上传文件, UTF函数, 那这些资源呢, 可以在这个定义的, 在定义工作流的时候去引用。 然后, 右边这张图就有个简单例子, 就是, 比方说用户在资源中心去上传了一个, 一个脚本, 然后, 用户在定义, 比如说在定义需要认识的时候, 可以去直接引用, 就像直接引用本地的文件那样, 去直接引用这个脚本。 然后资源中心呢, 它有不同的后端, 它可以使用本地的文件的存储性, 也可以使用HDFS, 或者说, 远端的对象存储。 那, 目前以3.1.7, 这个release版本为例的话, 它目前支持了对象存储, 包括这个S3, 还有OSS。 那, 如果是在设计的DAM分支的话, 它在此基础之上还支持了像谷歌的Cloud Storage, 还有微软的这个Blob Storage。 那, 我刚刚提到的就是, 任务引用这个资源公司的文件后, 文件后, 其实完全可以把它帮作一个本地的文件去进行处理。 那, 这张图就是展示的是DS资源中心的一个架构, 就是DS现在是把资源中心的一些操作, 比如说下, 这个上传的这个文件, 下载这个文件, 那, 另外就是, 讲到这个资源中心与远端存储, 就是我们如果使用远端存储, 实际上是, 会带来一些问题, 就是首先现状的话是, 就是目前现在release版本的话, 资源中心的这个文件的原数据实际上是单独去进行维护的, 就是, 可以看到它的, 文件的DS这边, 这个文件的目录, 它的一个原数据是单独存储在DS的, 但是像远端存储的那些, 其实还是远端存储上, 那这样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 用户在DS界面看到的那个文件目录, 和实际上远端存储, 背后它的, 它的一个, 存储的它的一个目录, 其实是不一致的, 那社区也对这个资源中心进行一个成构, 就是, 简单来讲就是用资源的这个, Full name, 或者Full path, 去代替这个资源ID去, 引用这个资源, 让这两个目录, 这个结构去保持一个, 然后这里我就给了, 举了一个简单例子, 就是, 就是以OSS为例, 就是用户怎么去, 让这个DS的自己, 去使用这个OSS, 去作为一个存储后段, 那其实也非常简单, 首先第一步就是, 修改一些配置, 就是一个是指定我的后端要使用OSS, 同时呢, 去指定我的这个OSS, 就是SS, AK和SK, 还有包括, Origin, Bucket, 这样一些常用性配置, 那之后, 配置完之后呢, 其实, 相当于配置工作, 就已经做完了, 然后之后的时间, 都是正常的使用流程, 在资源中心区上的文件, 然后直接就可以在任务定义区里用了, OK, 那第三部分, 就是我们讲的第二场, 就是这个远程日存储, 这个场景, DS, 是目前怎么跟云对象存储, 去处行的对贴, 啊, 那首先就是, 这张图是DS官网的一个DS架构图, 从上到下, 我可以简单, 嗯, 描述一下UI的话, 就是DS它的一个UI界面, 然后API, API层的话, 实际上就是, 提供一些, REST解构给这个UI, 那Master Server层呢, 实际上就是DS的一个调度者, 它主要负责这个工作流的代理前分, 还有包括, 啊, 任务的状态监控之类的, 那Worker Server层的话, 就是任务实际会执行的, 啊, 这个地方, 那除了一些, 呃, 少数的逻辑性的任务, 它是直接执行在Master层, 那大部分, 绝大部分的任务, 还是执行在这个Worker层, 也就是说这个任务的, 本身它的日质, 实际上就是会存储在这个Worker, 那远存日质存储, 它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把这个存储在Worker本地的这些任务日质, 去存储到这个远端的对象存储上, 啊, 包括像S3, 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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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远端对象存储上, 啊, 这就是远, 远存日质存储它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概念, OK, 那, 那我们在有了这些, 这个本地的任务日质的基础上, 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个远程日质存储, 就是它可能会带来这样一些好处, 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 呃, 呃, 远端存储, 就是我们知道在云原生环境下, 呃, 它的任务日质可以通过这个, 这个, remote login, 去收集到这个远端的对象存储上, 呃, 那, 那, 那假设是这个, 这个, 这个, 那, 那, 我们知道是WalkerPouch因为各种的意外远, 因为它呢, 它, 呃, 失败了, 或者重启了, 那这个本地的任务日质是, 但是如果说通过remote login, 那这些日质实际上还是可以后续再被获取了, 那另外一种场景是这个, KBus Executor。 对目前虽然DS没有实现, 但是, 呃, 像AFL-load, 就是, AFL-load, 就这两句话, 这个KBus Executor, 就是,呃, 简单来讲就是会动态地去拉起, 拉起和销毁这个, 呃, 那在这样一种场景下 我们为了让用户可以去获取到这个任务译制 也是要通过这个remote login 去把这个worker上的任务译制 发送到这个圆端的对象存储上 第二个优点是这个备份存储 就是本地任务译制如果说我们通过remote login 去上传到对象存储之后 那实际上本地的任务译制是可以删除 这样也可以避免占用过多的这个本地词盘的资源 那第三个是这个集中存储 就是当我们的机群调度机群 或者说DS机群规復比较大的 那这些不同的worker上的这些任务译制 都可以集中式的放到这个圆端的对象存储上 去进行一个集中式的存储 便于统一的一个查询分析 那我们当初在设计这个存储制存储的时候 是有这样一些设计的 首先第一个是 首先第一个是轻量级 就是我们知道日制本身 它并不是这个调度系统的一个核心的功能 特别是我们是在以右的日制模块上 再去进行一个扩展 因此我们在设计这个远程的日制存储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轻量级的目标 就是不引入这种复杂的功能 避免大幅增加这个DS的一个复杂程度 那第二个是可扩展性 就是我们也会 类似于资源中心是一种插件式的设计 可以支持不同的远端的存储类型 那第三个也是这个易用型 就是让用户可以通过一些配置的方式 就可以非常方便的去使用到这个REBON LOGIN OK 这个是REBON LOGIN的 它的一个大致的一个链 那上面的话是这个API Server 然后中间层的话就是这个Worker Server 那下面层的话就是远端的对象存储 OK 那我们就是具体的会 从不同部分来讲解就是 Mobbing是怎么运作 首先第一部分是这个Lock Writing 就是我们怎么去写这个日记 那首先时机的话就是 任务的完成的那个时机 包括任务执行成功 或者说因为各种原因 执行失败 在这个完成的时候 去发送完整的任务日誌 到这个远端的对象 并且我们这个发送的方式 是通过一种这个逆步的方式 也是为了避免去影响任务 它本身的一个执行流程 那后续呢 我们也会支持这种 分段上传的能力 就是通过这种Mate Stafford的机制 去将这个日誌去 分段的去上传 避免在 我们在写日誌 这个Worker本身 画角导致的这种 任务日誌丢失的一个这样的问题 那第二部分是这个Lock Reading 就是怎么去读取这个日誌 那它这个时机自然就是用户去读取 在界面上去读取 或者说下载这个日誌的时候 我们会去读这个日誌 那这个日誌大致有两条链 首先第一条 是这个Worker 我们知道就是它那个 读取日誌的请求会 API会首先发给这个Worker 那Worker去读 它首先会尝试去读本地的文件系统 如果说本地文件系统 有这个任务日誌 那自然就直接就发送了 然后就将结果就返回了 那如果说本地没有这个任务日誌 那它会再会去尝试地去 从远端层属去读这个日誌 那其实这样也会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说 在读这个日誌的时候 Worker本身挂掉 那实际上 这个Worker反复的这个结果 肯定是空的 那所以说 如果说Worker反复日誌是空的 那这个时候API Server 就是上读的API Server 它会再次地去尝试 从远端对象层属去读这个日誌 那这两条链路 这么设计的一个初衷就是 为了减少这个DS系统 作为一个系统整体 对外的一个IO的消耗 来考虑 就是如果说本地有 我们就直接从本地的去读取 如果说本地没有 我们再尝试从不同的位置 去读这个远端的对象层属 OK 第三部分是这个lock retention 就是这个留存机制 那我们刚刚也提到 就是我们的一个设计目标是 这个轻量 所以呢 我们在做这个lock retention的时候 就是没有做到这个DS里面 而是直接复用的 远端对象存储的 这样一个 这个能力 就是由他们自己的一个流行能力 那比例来说 像S3 GTS Oss 这些远端不相存储 它都支持这个设置对象的生存周期 举例子 就是我可以设置 比如说三时间之后 去删除这个 删除相应的一个任务 那像remo locking 它现在支持的远端存储类型 其实有三种 一个是阿里比赛 Oss 还有亚马数年3 还有一个 Cloud storage 那我如果说社区 或者说 开发者想贡献一个新的这个存储类型的插件 其实也是很方便的 因为我们在设计这个 remo logging 其中一个设计目标 就是插件式的一个设计 其实只需要实现 两个函数 就是怎么去发送这个任务 和怎么去获取这个任务 我们会是配置一些通用的配置 首先我们会开启这个remo logging 这个enable的一个开关 同时我们会去指定这个target 是使用Oss 还是说其他的一些这个存储类型 那六分之志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 涉及一些通用的一些配置 比方说像这个 圆端存储的一个基础的目录 还有我刚刚讲到的那个 一部发送它的那个 现成值的一个大小 那第二部分是设置 你那个target的 它具体的一些配置 如果说以这个google的gjs为例的话 就是需要去设置一些 storage的一些 还有像bucket name 那这些配置完了之后 我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实际上是它自动的 会将这个任务日誌 发送到这个远端的对象存储上面 那可以从这个日誌的 可以看到是相应的日誌 也是在任务完成的那个时机 会逆步地去发送到 对应的远端存储上 那最后我们可以在 相应的远端存储上去看到 相应的日誌已经被 已经存储上了 OK 以上就是 今天我的一个分享 就是非常感谢大家 那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我们也可以 进行一个交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